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der 各位久等了 終於到了年底了 即將迎來新的一年 不過在這個時間轉換之際 該來的快樂還是少不了的 是否能收穫滿滿的年終跟紅包錢 就靠這一波了 首先是第一款 三國字 Kingdom 台灣代理商是義亨 看到它就知道這個遊戲是什麼高級貨色了 下載商店是掛在一間港商讀好運科技 去年11月1號 這個公司曾在韓國推出一款那種大陸的換皮放置遊戲 結果在今年3月底就火速關伏了 而本次的遊戲如果查資料 是由中國的一間BossTab Games開發 但並沒有查到什麼關係鏈 推測也有可能是別間公司的空殼 方便申請綁號用的 再來有一間魔力術魚 在2021年9月時就透過旗下的品牌 在新馬等地區發行過本次的遊戲 但也很快 在隔年年初就咳屁了 後面也有陸續前往日韓發行 不過這邊我要靠北一下 資料上面雖然寫的是在7月上線的韓國 但實際上是在8月 還有我在那邊找了半天 當時上線的排名大概在180名左右 最好在100名後就開始一路墜到谷底了 現在是落在千名開外 上個月的營收大概落在30萬台幣左右 也是個官服預定了 反倒今年推出的日服倒是活得比較好些 而該公司在台灣也發行過幾款遊戲 但成績也都不怎麼樣 而且簡介宣稱排名遞解遊戲 實際上很多也都已經歸天了 所以以發行成績來看並不是太理想 整體大概屬於二三線左右的廠商吧 至於這間魔力屬於 是不是透過渡好運科技當跳板 我並沒有找到直接的關聯 因為直接找渡好運科技的話 會發現是一件在中國做物流的 感覺上就沒什麼關聯 這邊就不亂做推測了 不然怕某個廠商又無聊來檢舉 或者也有可能是第三方 中了廣告商的陷阱 被騙來台灣割韭菜 結果自己才是那顆韭菜 遊戲玩法就是多人國戰類 不過套上的 仍是近幾年爛大間的換皮模板 上線收菜無止境 花錢建造拼戰力 碎片抽腳衛生心 閃閃禮包誘惑你 慾芳鄉鎮是樂趣 最終餘翁好得力 我在翻找這款遊戲的時候 韓國同期間就上線了好幾款類似的作品 目前大大小小至少有800款以上 不管橫板紙板或者什麼樣的題材 都任君選擇 這類強色交遊戲的市場真的非常的競爭 台灣今年我也介紹過不少款 像什麼魔攻天下為局 天命三國治 但這種只要不是大廠或者品質過硬 大多數也只是當炮灰的份 沒那個營收支撐長期去砸 順便可以順便看一下台版商機上的介紹 韓國超高人氣三國大作 百萬韓國玩家一致好評 超千萬下載 火爆韓國 耗時三年研發 雖然說是什麼百萬玩家又是什麼千萬下載 但實際上能騙個幾十萬下載 就該偷笑了 成績也跟火爆毫無關聯 上一款高廣告詐騙的血污者 找業配來配合腳本演出的時候 至少還有張周成績上榜 可以讓他們當素材用 至於宣稱什麼三年研發 只能說你們高興就好 不如說從畜生就開始研究 在什麼源自韓國 U15電影及三國手遊 實施渲染RTS光追 無縫大地圖 自由探索 沉浸式體驗等等 這種藝人就知道的詐騙文案 智商但凡只要大於零 就能無損通關考驗 但還是會有人選擇怒客 給他們上供智商稅 說真的 如果閒錢沒地方花 我倒是很願意幫你花 再來 模擬咻咻咻 開發尚為中國的坊間盃網路 跟我之前提到的史萊姆地下城 都是同一間老闆開的公司 我看了一下美術例會 大概是用AI來輔助作畫的 因為我在他們旗下其中一個官網 找到了本次遊戲的部分角色 而畢竟眾所周知 AI作畫最大的特色 就是頭髮手指上色 抓不知道哪來的素材拼湊 無法放大觀看的細節 還有各種意義不明的畫蛇天竹 都帶有它獨特的AI味 當然現在算法有越來越好 我有看過有人透過AI 做出不錯的Live 2D作品 不少遊戲公司 現在也都有相關的人員 在研究AI領域 也有做成遊戲上架的 例如中國廠商開發的 《命運回廊》 但目前AI作畫能存在各種版權上的爭議 這是個客觀事實 像最近網易旗下的逆水函 跟預見逆水函 還因為此事上了熱門 不過網易嘛 各種搞事潮熱度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不排除是故意不小心的 那也因為這種AI工具免費好用 被很多廣告商各種魔改素材 當廉價廣告使用 在今年的各種遊戲宣傳上 根本就是氾濫成災 不過玩家們也不是沒有獲得好處 只要看到使用這些素材廠商 基本上就能直接略過了 那我們回到本次遊戲 先來看幾張他們旗下官網標榜的遊戲截圖 這應該不用放大看就知道是個AI繪圖 當然秉持著時事求是的精神 我們可以把圖放大再放大 仔細來看就會發現各種充滿AI的特色 真不知道該說是廠商老實 還是無所畏懼 演都不演的就直接放上來了 那看完這邊以後 我們再進到遊戲中 來看其他角色 也會發現不少作畫上的問題 例如像這位角色就存在的上色 細節崩壞等AI作畫痕跡 還有這張根本是從DMF的角色 以圖深圖的方式搞出來的 也有明顯的AI上色以及被保留的特徵 再來像是這位魔女形象的角色 他可能就是找一項類似魔女之旅的角色 選擇一個喜歡的pose去慢慢生成喜歡的樣子 或者像這位長髮的劍士 可能也是透過類似的圖去慢慢批量生成的 當然不排除也有可能是在深圖的時候 AI抓到這些素材來拼湊 而且用AI繪圖就算了 美術後製也不好好去改 還保留了很多痕跡不抹除 這不就是等人來抓你嗎 要不是因為你是一間小廠商 不然早就被幹翻了 甚至像這個人物的背景跟一些場景 都有一些貓膩在裡面 所以實際的廠商到底運用了多少AI技術在裡面 就各位自行判斷了 但即便美術方面 可能都是藉由AI來輔助 省掉了大量能力成本 又或者內容極其空泛 沒有什麼可玩性 但也別想要廠商給用戶降低課金門檻 該安排的一個也是別想跑 稍微提一下遊戲玩法 跟之前那款甘道夫行型非常的類似 走一個無雙加紙板塔房的類型 玩起來其實也有點像植物大戰將司 打怪期間獲得經驗 就能隨機增加角色或者BUFF 角色還可以融合身心增加戰力 上手簡單沒什麼理解成本 而且也沒什麼技巧 全是數值 刻下去就對了 而且這個遊戲的關卡從步度極高 整體的品質非常的廉價 甚至遠不如我十多年前 當初剛拿到智慧手機下載的 神木曜逃王來的有趣 只能說連打發時間都配不上 不過正如我剛提到的 現在廠商就算是端出一拓答便 還是要銷滿黃金 拼命餵死給玩家 其中也塞滿了各種廣告機制 如果你不想看 請去課金 標榜的福利活動 除了這個上限66天 每天領10抽 總共可以領660抽以外 其他也都是課金項目 我也不知道到底服在哪裡 就非常的魔幻 廠商把它歸類到儲值活動 很難嗎 而且這種送666抽的 看起來很多啦 大概90%以上都是抽到垃圾 其他還有什麼等級關卡通行證 手除周卡月卡永久卡都給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我還算了一下這個抽卡 實抽也要將近700元 真的不管是什麼撿破爛的廠商 也妄想當皇帝一回 反正開什麼價格都一定會有傻瓜上當 再回頭去看今年B站 對那個價格的各種拷打 就真的非常的抽象 不過看了一下這個遊戲 目前在FB的狀況 大概也不會是什麼藏身種啦 千萬也別浪費時間在他身上 而且你想看這種AI圖 還不如自己去打開工具來玩 最後一款讓我們隆重歡迎 圓進化 開發商是中國的廣州素遊 成立於2014年 自稱是RPG領域排名前10的廠商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過查了一下近期中國收入排行 前90都沒有看到這間廠商啦 不過只要把條件設限越多 想怎麼誇自己都行啦 台灣代理商依舊是我們最懂 韭菜心理學的露珠遊戲 就算每次推出的遊戲 都已經是在中國N年前爛大街的打變遊戲 又或者明明各種的道素材跟圖文不符 比起口袋奇兵更是有過之而不及 但人人憑藉超越你我能理解的能力 讓台灣Google的高台生未知凍容 給他們頒個年度多人對戰遊戲 甚至可以讓人在遊戲中體會到社交美好 吸引了一批始終用戶擁抱他們 代價也不過是從他們的戶頭收個一點錢 這過分嗎 一點也不 畢竟沒有錢人水溝 從來不是這類遊戲的缺點 而是你我的優點 回頭看看當時我做暮色雙層的影片 我那時候還打續說這款遊戲就是台灣韭菜的下載首選 結果還真的應驗了 但這些廠商即便台原上的營收賺得再多 反饋在遊戲跟後來的經營上 品質的提升也都是肉眼可見的毫無變化 明年比時比刻能如此時此刻 我們就繼續看這場演不完的大戲吧 慣例來先看一下本身的遊戲廣告又說了什麼屁話 研發8年 UEU引擎 次世代3D畫質 如果真的是這麼強遊戲 還不該去拿個TGA嗎 在這邊坑台灣韭菜做什麼 其他廣告就是今年浪梗了 AI圖搭配一個什麼開放性戀愛啊 每次看到都覺得很莫名其妙 還是我已經漸漸脫離年輕世代的品味了 不過你們用AI做廣告可以再認真一點嗎 有一位連身體都不見了 像是從別人的下體裡面長出來的 不覺得很獵奇嗎 而入住遊戲也不虧是有愛妻當靠山 總是能找來各方藝人幫忙站台 本次找來了亞洲舞王羅志祥 AKA時間管理大師來代言 直接把這個含金量拉滿 而到過往的經驗 看到這個公司加藝人組合 第一時間就是去看 最近是不是又有什麼相關新聞了 果不其然 廠商 海森這間廠商總是不會讓人失望的 再來我們看看小豬說了什麼 對產品品質要求很高 原來是這樣啊 我還以為是錢多就好 模型精緻細膩 還有2000萬平方無縫地圖 你幫我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是CG模型精緻吧 而且這個遊戲總有2000萬平方 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廠商要不要出個影片來給我科普一下 還有萬用巨人器的抽獎 每年都在抽抽抽抽抽抽 獎項變來變去 不然如果不抽個私人小島或者宇宙旅行 應該是不夠看了 但這種除了唬爛以外 都沒有什麼真實性 就是用來騙個資以及找免費的工具人 建議要做夢的話 還不如去睡覺卡西齋 如果遊戲代理有假一賠十的話 小豬大概得把這輩子的身價都賠光了 而且遊戲真的有廠商說的這麼超高的品質 怎麼不去找專門做遊戲講評的大佬 而不是在那邊倒數才搞合成詐騙 但還是要老化重提 商業上也無關什麼人意道德 今天每這個人來業配 也會有其他業配站出來 就像席人近期提到的媒體狀況 過得更早之前也有YT頻道在做這類議題 每幾年都有類似的議題突然崛起 又突然沉淪 很多事情啊 天知道地知道獨眼龍也知道 但沉默的韭菜才是大多數 這也還是我們熟知的台灣 想要環境改變 等哪天酒醒了再說吧 或者等下一個科技期間出現吧 反正有生之年我是不覺得能看到啦 扯遠了 我們繼續講遊戲吧 這官方其實也挺賊的 官網的人物介紹真假參半 很多都是出現在戲劇中 跟你可以選擇的角色也不完全關聯 不過後來查到廠商在B站投放影片 跟YT上是有重疊的 外加使用同一套遊戲介紹圖 所以可以大膽推論為同一款 那遊戲開頭又是個飛來飛去的選職業環節 每次打開都是出現 卻有種是事成相似 但居然還是有人 對於這種每年上架N款的量產遊戲喊冤 我也是充滿千百個問號啊 而角色的選擇中 我居然還看到一位老面孔 來自太空戰士7的邪神Tifa 大家這輩子大概都沒想到自己會被籌劃成這副鬼樣子吧 但凡你廠商建模的精度 有隔壁手遊版90%的相似度 我都可以給你誇一誇 但你號稱花了8年做出來 也就這樣了 該說是大腦進化不完全 還是大腦不完全進化 難怪遊戲要叫做原進化 但哪天你這座答辯可以進化到人類再通知我吧 而這個遊戲的玩法 請參考過去幻皮MAO任一個系列 不能說是毫無關聯 也只能說是一模一樣了 我實在也找不到任何值得花篇幅去介紹的理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動畫《無敵破壞王》 這款遊戲其實就是讓你提前體驗未來的賽博世界 遊戲的角色再也不需要你人類操控了 只能說到了2023年的今天 手機也該有自己的生活了 得適度的讓我們放鬆享受跟其他手機的對決 不然A17的性能只能用來跑分刷抖音不是很浪費嗎 為了讓你手機玩起來不孤單 會不斷在附近有其他角色出現 營造一個熱鬧的氛圍 因為這遊戲跟大部分的幻皮一樣 都能自動完成操作 廠商也不過是敲指令在後台生成NPC罷了 但這何嘗不是廠商的用心良苦呢 如果看見一片空蕩蕩 你的手機要跟誰競爭 跟誰比戰力 時裝要穿給誰看 而當你的手機戰鬥遇到困難的時候 也千萬不要吝嗇 請把卡號告訴他 讓他知道你會無條件的支持他 什麼翅膀 坐騎 傷成 VIP 只要能花錢搞定的 不囉嗦 就是直接搬空 直接給他最好的 最滿的 而玩到現在的你 做了一場好夢了嗎 廠商謝謝你 我們也謝謝你 大家都心滿意足 結論 知一99 理解99 成為99 超越99 即便我講過無數這類遊戲 不管是民視還是暗諷 但還是會看到各種神奇的發言 害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水軍了 倘若這些廠商遊戲真的這麼好 怎麼每次搞詐騙行銷跟火速官服 都有他們的份呢 再想想為什麼詐騙總不會消失 詐騙詐騙先詐才有騙 人性總是知識甚高 自以為懂得分辨 數十年來仿如隔日 有人離場 有人入局 生生不息一步死不滅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迷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還會